好 光复乡民代表会爱心不间短 在松传后及花莲四面佛的资源益柱之下呢 捐赠爱心米 蔬菜以及平安面等物品 给光复乡11个部落文件站以及关怀据点 关怀社会的肯定获得长辈们的肯定 关爱社会弱势光复乡代表会不分时节 主席廖怡君与副主席吴依珍 率领乡代表同仁将爱心米 蔬菜以及平安面等物品 发送给社会社福边缘户 社会善心令人就甘心 光复乡代会社会爱心轻松道府 此外带着社会爱心物品 全乡关怀据点以及部落文件站送透透 每个关怀站的长辈以及部落长者的感恩欢喜之情 满满感动乡代表会的心 光复乡11个文件站平均分配 那再往后还会有陆续的进来 那陆续进来的时候我就直接请 我们五步座还有我们女生代表再直接送过来 这样子好不好 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这一次受到感召的松晨号以及花莲四面佛也 光复乡11个文化健康站以及光怀据点 这些物资在我们光复乡夏明代表会主席 廖义军 郑金宝代表 中卫之代表 及大平村村长曾培林 大全村村长林淑珍的协助之下 今天顺利圆满地送到各个文化健康站 以及光怀据点 在这里再次的感恩善心企业的关怀与照顾 谢谢 施比寿更有福 在主席廖义军登高号召下 乡代表们全力支持响应 让光复乡代表会爱心从不间断 重视社区部落的长辈们 带给他们温暖和关怀 廖义军也期待更多企业团体 以及善心人士共襄盛举 创造温暖美好的光复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